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本书是我先看到的 而且对我很重要 可是是我先拿到的 那还不是因为你 那是因为你矮 我先拿到的 那就属于我 游戏 游戏 大家快看游戏 在哪呢 被背包的就是游戏 是的 是的 快去追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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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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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书是送我男朋友的生日礼物 很重要 要走把书留下 姓名 遇迟遥遥 我已经很多年没图签了 扇轻 公羊撰过关 衣服过关 书包过关 鞋 伟人导演最喜欢绿色 我讨厌绿色 好 导演 来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角色 我最近 看了很多关于春秋时期的著作 颇有新的 哦 那你就说一说 对电影的理解吧 您好 我是郝老师平台推荐的家教 玉池瑶瑶 请出示下您的证件 好的 老爷 我自己写了一篇见解 希望您给我指教指教 我的爸爸 不对 噩梦 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近日 同为当红演员的游戏与宋解歌 争夺魏然导演新电影 重负男主角一世 掀起了不小风波 正处于转型期的当红小声游戏 昨日发布会上公然向宋解歌谈话 表示对这部戏的男主意决 致志彼得 这部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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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怎么出来了 来 快 小姐 问人导演说 给你两个月的期限要能量 你的历史和人物 我觉得单凭你个人的能力 很难达到你的要求 我不说你没有能力 水平地不了解历史 我的小主导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你对你这个面临转型 那问人导演这个星星呢 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公司又非常重视 况且宋解歌那边 虎视丹丹这个角色 万一被大学前打到男一号 那咱们在影视圈 一个的位置 是不是就不保了 说重点 所以重点就是 我费了老大功夫 给你找到了一个五星级老师 他可是出自于 我们国内顶尖学府 江州大学历史系 排名第一的高材生 简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不行 带你去看看 走吧 帮你满意满意 老师你好 我是游戏 是你 你没认识 怎么办啊 你说的不就是他吧 就是他拿走了我的包 才让我差点丢了 仲夫这个角色 明明是你抢了我的包 害我被家长投诉 还给了我一个差评 一个差评了不起啊 我精心准备的角色阐数 居然变成了我的爸爸 仲夫和我的爸爸 能是一回事吗 我告诉你 如果蔚然导演 看了我的角色阐数 这个角色已经是我的了 那需要你什么事啊 你是说包里的那份角色阐数 不然呢 游戏先生 真的对不起 我不能当你的老师 请你们还是取消预约 另请告明吧 他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自念意思啊 要我抄也是我抄你 凭什么你抄我啊 因为在我看来 你的那篇角色阐数 和我的爸爸水平差不多 我教不了你 你回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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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